平川说电竞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非主流对抗 本场对抗双方拼得那是相当的惨烈啊 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TS 出身在地图左上角 蓝色的人族IDFQQ打Q神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啊 出身在地图的右下角 诶红色的人族也是人族啊 本场对抗居然是一场人族内战 我们看看人族内战能否打出怎样的新花样 人族的话一般的打法就是破法搓藻 或者是骑士对抗 看一下这一集是否有不一样的地方 FQQ呢是先造兵营后造祭坦 呵你说不一样他就来了 他选择的是终一开并不用本族英雄 然而对手这一边呢 中规中矩啊 说发的是大法师 好大法师大战一个中立的人族 那FQQ会选择哪个英雄呢 人族内战 中立的话可以用 兽王 小豪猪各种骚扰 或者是熊猫各种喷火 当然或者是听客啊 各种骚扰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FQQ会选择哪一个英雄啊 但是人族内战总归来说啊 还是用本族英雄比较好耍一点 两个人互相侦查一番 打个招呼 啾砍一刀 FQQ表示忍住忍住啊 我现在就是侦查 暂时不跟你计较啊 好 FQQ完成侦查任务 一看对手的话也是人族 首发的是大法师 那FQQ会选择哪个英雄呢 两个步兵在这里对砍 你来一下 我来一下 输出的话是12到13 是吧 好 FQQ选择的是听客啊 一经修补将 这边是大法师 谁指FQQ 那地经修补将 这个英雄 正面大战能力 肯定是不太行的 应该是选择对拆 好 这边的话 大法师开局 加二的一个指环 FQQ 民兵一敲 那听客赶紧练 赶紧练 这一波敲了几个民兵啊 123 45 5个民兵 上来练个雇佣兵 确实 雇佣兵练好 后面各种买雇佣兵 贼爽 对手的福特曼 一切看在眼里啊 在这里混水摸鱼 看能不能摸到一个 看到哪个都想去蹭一蹭 好 大法师的话 这边已经练到了两级 还打了一个力量手套 造个小房子啊 后面买道具 那也是方便 好 FQQ 这里打了一个抽篮棒 科技的话 这边没有升奥本 FQQ呢 暂时好像也没有升奥本 他当然是要造一造的啊 哇 这个家里真的是直接堵死了 对手也过来练一下这个雇佣兵 反正他是侦查到FQQ练了 你练了 我也要练啊 好 对手的话 打了一个抽篮棒 我们看一下 这个红色人组 会打一个什么样的装备 上来 先把这个5G的狗头人首领给干掉 否则的话他会疯狂的晕你啊 晕得真的是身不如死 这人品运气就是不一样啊 这里打了一个大篮 FQQ表示 腿力啊 你搞个大篮 我打个抽篮棒 好 这里看看能打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来 来 谁说我运气不行的 加6智力 他就来了 好 对手大法师的话 直接过来进攻 FQQ听歌 马上要到三级了啊 三级一到 听说你想跟我打 不过对手的话 有个水源 吹散一下 经验值大手 这边 FQQ倒掉 差一丢丢 好 来给个这一波 通过英雄等级 领先一丢丢 和对方对路了 然后抽篮棒 抽一下对手 对手的想法是 我有一个大篮 上来压一波 结果呢 自己还没有到三 稍微的有点尴尬 本来见面 杀一两个兵到三 是吧 贼爽 结果没有杀成功 哎呀呀 一丝一绝 又没有追到 好大号师的话 现在还差个36点 经验值 这位赶紧追 有追到吗 嗯 没有追到 好 这里赶紧追 追完之后到三 三级之后吃个大篮 直接就可以 绝杀了啊 大篮到手 后面的话 二级大水源 输出贼高 好 FQQ这个绿皮 没怎么操作吗 挺可从后面过来了 来 这一级双方 开级就四级啊 好大号师到三级了 三级之后 要不要 有所表示呢 好像他并没有 现在自己状态 不是特别好啊 那先回家 补补状态 另外这些单位 他并没有撤回去啊 所以他还是想打一波 FQQ的话是三级听个 三级听个 总感觉要去 对手家里骚扰一下 否则 总感觉缺点什么呀 好 这里的话 造了一个小房子 后面买雇佣兵 也是方便 大号师 他又来了 但是呢 这里少了一个黄皮呀 大号师的状态不太行 水源走 一招 继续练 FQQ 两个黄皮 听个的话 往对手家绕过去了 得找机会 偷袭一下 福尘曼的话 刚才满地图拉 一不小心 把野怪给勾醒了 好大号师 总觉得身上有个大狼 总觉得要得压制一波 好 FQQ的话 这里买了一个单船 过来 哎 小猿这个点吗 已经被对手给练完了 好 来这里 那来这里得买飞艇 没有飞艇的话 这个家里堵得太严实了 进不去 那对手的话 应该是也想买飞艇 你也买 我也买 两个人要互相骚扰了 这一集 看看这个拼 对拼啊 看看谁 换家换的舒服一点 按道理的话 听个小地精 拆家能力很强 但是大法师说 嗯 我身上有个大狼 二级大水源 拆家 一也不弱啊 好 风支 风衣 隐身导篷 这边地精实验室练一下 FQQ把对方的小房子给弄掉 弄完之后 到对手不好买东西 自己买了个伐木机器人 要不要直接买飞艇呢 过来还想再练一练 对手的话 大法师有个幻象 在这里好像卡住了 进不去 那练完这个点 直接可以买飞艇了 马上两个人就要开始互换了 好 大法师四级 FQQ三点五级 这一段时间 大法师练就练得比较勤劳啊 刚刚的话是Tinker领先 现在是大法师领先 这就比较做 是玩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啊 好 他也是买了个伐木机器人 FQQ也是买了个伐木机器人 练完这个点 看看能不能到四级 差一丢丢啊 这个点好像还是要练一下 对手看看飞艇有没有买 好 买了炸弹人 飞艇 可惜炸弹人不能上飞艇啊 好 来了 飞艇秀 与此同时FQQ也是买了飞艇 两个人几乎在同一时间 选择了飞艇秀啊 那现在这一波 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飞艇来了 空头一波 FQQ家里有三根圣塔 马上一个箭塔也要好了 另外一边 对手的话 两根圣塔 FQQ的圣塔稍微多一点点 对换了 对换了啊 廷可胜到了四级 这边口袋工厂一人 对手的话是两个大水源 这里民兵敲出来 FQQ有三个大 有三个塔 三个塔的话 圣塔打对方的水元素会比较猛一点 民兵能不能撑得住 民兵能不能撑得住啊 这一波的话看看 民兵好像有点撑不住了 对手的话 有两个雇佣兵加上防目机器来 农民要全倒 对手家里的农民好像也要全倒 不过对手 及时发现直接撤退 FQQ的农民也要撤呀 再拼下去可能会全部没有 三个塔 打这个防目机器来打不太动 找机会点一下大法师 我大法师满蓝的一个状态 你不点他吗 大法师大了还没有 身上还满蓝 FQQ这里的话操作不是很细啊 他想先把对方的防目机器人给解决 但是对手可以上飞艇 另外一边 这边FQQ留下一些部队 把对方的基地给拆了 自己的基地暂时还在啊 但是真撑几个回合不知道 听格直接过来了 听格再蹭一个经验值 马上可以到五级了 大法师已经五级了 好 杀杀小农民 听说你的农民想过来 得找机会清理一下 好 听格五级了 这里大法师 五级三级大水源招出来 FQQ加的基地也要倒 这一级怎么刺激的吧 双方互换基地 现在FQQ暂时基地还在 暂时呢 保不住了 好 两个农民赶紧走 幸好有火种啊 这没有火种的话难受 FQQ现在只有74块钱 我们看看他的对手60多块钱 两个人都只有两位数的存款 拼得很刺激 接下来的话 大法师要去卖道具 听格估计也要卖道具 好 口袋工厂一人 这里去慢慢看看 能不能偷袭一下 对方的一个小农民 这里又一个农民 蹭他一下 现在听格一个人跟对手好 然后自己这边的话 有一些单位 拆对手的家 对手的话马上要拆掉了 FQQ两个农民 偷袭 逃跑成功啊 逃跑成功 对手的话这边有四个 对手倒稍微多一点 但是存款双方都不多 那接下来怎么去打零工 赚钱也很重要了 打野怪卖装备 好 现在FQQ还有多少建筑啊 FQQ的话家里建筑还比较的多 我们看看红色人族 现在好外面造了一个小房子 家里的话只有一个基地 只有一个兵营了 那兵营马上拆掉 FQQ接下来得找几个 去拆对方的一个商店 还有一个小房子 来大法师这边要硬路吗 好 FQQ拆完就跑 没有和对方继续耗下去 我拆完一个商店我就走了 那现在FQQ基地也被拆 不过目前FQQ的建筑还是有点多啊 好 廷格开始卖道具了 卖了一部道具 看看能不能把大法师给弄死 但是有飞艇在 很尴尬 飞艇在 真的啊 你都没有对空能力啊 对手的话水元素还能对空 绿皮还能对空 难受啊 这一局FQQ好 他所有兵力拉过来 要跟对方对拆了 然后自己搁的话 哎 这里挖树 偷房子 FQQ现在200块钱 他得找机会把房子 造在很刁钻的地方 对手直接在FQQ家里 造了两根圣塔 目前兵力情况来说 还是红色人族比较猛一点 FQQ得找机会去拆对手 那想拆的话必须有 哎 这里格数扔个口袋工厂 对手好像发现了 赶紧清理一下 小地金钻出来 无油 拆架能力很强的哦 好 这里先把红皮给清理一下 哎呦 有飞艇在 FQQ这一局就苦在 没有对空能力啊 人口卡住了 买这个供用兵也买不了 对手的话有个飞艇在 把FQQ真的是弄得死死的 怎么办 好 对手的话 建筑在这边拆的差不多 FQQ在外面能重新造建筑 这边有个小房子 这边造一个房墓场 这边还有一个小房子 树林中偷偷小房子啊 FQQ现在拆对手家 但是对手有飞艇 FQQ也买了个飞艇 但是你有飞艇 对手能对空啊 你这边的话 对空能力好像就两个环皮 可以打对空 英雄对不了空就难受 好 对手的话 把FQ的兵营给磨掉 磨完之后 看看接下来咋整呢 双方的话啊 由于这个基地都是没有了 双方要互相显形 要说你这个东西造哪里 对手是能知道的啊 你没有基地 你造哪里 对手都知道你的 残余的建筑在哪里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博弈了 看看谁拆谁 这一集 你感性啊 十分钟左右 双方基地都消失了 好 FQQ显示了 那对手的话 也是早早就显示了 对手现在只有两根塔 两根塔 两根塔 FQQ呢 现在还有一个小房子 一个伐木场 还有一个小房子 两个小房子 一个伐木场 FQ的建筑稍微多一点 但是对手的正面战斗能力 比FQQ强 怎么办 接下来 现在就是一个残局了 谁 能把谁给拆出去呢 FQQ现在存款 124 对手的话 214 嘿 这数字 只是晃了一个兴趣啊 对手签多一点 农民的话 对手还有四个 FQQ好像只有两个 对手派福特曼去拆了 现在得找机会 看看能不能拆成功 哎哎哎哎 要不要驱散一下 对方水元素 但是Tinker 你想准到六 好像很难啊 你这边口袋工厂 一直扔 对手的话 也一直在长经验值 这大法师 要是到六就不得了了 好 水元素 弄掉 Tinker的话 现在哎呀 离六级还是很远很远 但是对手离六级 是越来越近了 三级大水元 继续招 哎 KK现在只有15人口了 对手有20多人口 咋着 好 这边三级水元素 清理一下 口袋工厂 继续扔 就是 一公一山的精神啊 慢慢去磨 慢慢去磨 三级大水元清理掉 哎 这个防目机 现在要小心啊 你刚打完 他又一个三级大水元 三级大水元 900血 输出也贼高 现在这两根塔怎么清理掉呢 看看 FKK有什么办法 现在的话 看看要不要去买本重修之书 洗导弹 洗导弹 远程输出 是吧 轰他两下 把他轰了 但是要洗导弹的话 你这边很多道具要卖掉 对手 就熟着这两根塔 然后呢 两个富特曼过来拆 现在对手是知道 FKK的建筑在哪里的 所以 只要对手家里能守住 然后有兵 去外面拆 FKK好像拿他 没什么好的办法 两个人这个残局 要开始勾心斗角 斗智斗勇了 对手的话 感觉是稳坐钓鱼岛 我就在这等你来 来 这边怎么办 把这个伐木机器人 把这个伐木场给干掉 磨掉一个建筑 这里再磨他一个建筑 接下来是 这个建筑怎么清理掉 是个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 你空头下来 没有位置 得把这边树给A掉 所以对手的话 把树给A掉 要花不少时间 看来FU又有机会 对手怎么又变了一点钱 又造一个塔 有三根塔了 好 拼格回来 处理一下 这两个步兵 还有实力选 这步兵A两下就A掉了 居然不A吗 好 有鞋子 这啥掉 一个福特曼干掉 这个我也要带走 对手的话 靠三级水元素 过来拆一下 这个小房子 但这边的话 有两个黄皮 看看有没有蓝 驱散一下 天可 处理掉两个福特曼 找机会继续去拆 黄皮好像没有蓝了 处理不了这个水元素 怎么办 处理不了这个水元素 那只能够英雄过来处理一下 好 你英雄过来 对手的英雄好像也要过来 大哥 对大哥 有鞋子 跑了贼快 这边红色人总 也是卖了不少道具 两个黄皮 赶紧走 这一局 FQ 难就难在 你这个英雄回蓝太慢了 对手这个大法师 随便回蓝 这回的太快了 一不小心就满蓝了 好 一个黄皮干掉 看来打残局 还是大法师们 恢复能力比较的强 好 给个飞艇接应一下 你飞艇接应 这个小房子要被拆 FQ马上就会 仅剩一个临终房了 好 FQ过来 看看能不能拆一下 对方的三个塔 三个塔 口袋工厂 小地精往前冲 防目机器人也来了 趁对手大法师不在 想转一波 但是三根圣塔 处理这边的招宝物太猛了 对手大法师升到了6级 打到后面 你小地精 感觉都成为了对方的经验值 这一局 FQ咋整 说实话 只有一个办法 洗点了 不洗点 确实拆不了 你不洗点 关键都是经验值 好 重修之师 买好了 重修之书 买好了 他要洗导弹了 洗导弹去空 洗好了 来 我终于可以去拆你了 打打打打打打打 这导弹拆起来贼舒服 这刚才 是吧 小地精 都是对手的经验值 好 现在 Tinker就跟对手绕绕绕绕 绕完一波 放几把导弹 这边水源村把FQ的小房子给拆了 那现在FQ只有两个建筑 一个防目场 另外一个小房子 对手的话 有三个塔 三个塔 大法师继续守 FQ做飞艇来 想打一个时间差 但是对手这反应也贼快 第一时间回防 咋整呢 三级大水源在这 对空能力贼强 你一不小心 可能飞艇都要坠机 好 对手的话 一直在防守 暂时没怎么进攻 看看对手 啥时候想进攻一下 大法师又不要满蓝了 FQ只有两个小建筑 农民的话 好像还有一两个吧 刚才是跑出来两个 廷格想拖被包围圈 5.5级 哎呦 离6级好难啊 但凡到6 什么变身挖掘机 那拆架 那叫贼猛 好 又是一个导弹 廷格的话 哎呦 三根圣塔 你的蓝消耗的有点快 这边的话 里面有个伐木自器人 可惜 黄皮加不了血给他呀 现在对手一直在防守 FQ一直在找机会进攻 理论上 FQ只要一直找机会是吧 我时不时过来来一发导弹 对手的话 基地 还是对手的三个建筑 还是很可能被FQ拆掉的 FQ现在只有24块钱了 对手的话 还有137块钱 那24块钱 后面看看万一被拆的话 你重新得卖个东西啊 造房子 一定要 到时候 哎 对手要主动进攻了吗 对手想主动进攻 好 水元素过来看见你了 来 上飞艇 好 我就喜欢吊虎离山 来 跟我来 大发色赶紧回去 小农民赶紧修修修修修修 对手又来了 好 飞艇在这里提供一下视野 小地精 打打打打打 又是一个导弹 导弹一轰 对手的话又修回来了 哇 好难抹啊 好 FQ这个建筑已经被对手给拆了 伐木机 线过来 哇 挖树 要开始挖了 这 树挖完之后 FQ在最后一个建筑可能被拆 怎么办 哒哒哒哒哒 导弹一轰 对手又开始修回来了 强修一下 现在听客没什么状态 晚了 感觉FQ要走远了 防务机器人挖树 那是贼快贼快的 对手没有按shift 按了shift的话 他会自动一起挖 对对对 按shift自动一起挖 再来一次调虎离山 这一波飞艇看在眼里 大马仕要不要回防一下 继续去拆 好 这里想把对手的飞艇给弄掉 FQ找了个雕装的位置 黄皮可以下来 来 对手的飞艇 哎呦 小冬名可以修飞艇 你说这个设计合不合理啊 空中单位你也能修 好 这里FQ想把对方的农民给清理掉 对手的话 现在还在手 还在手 然后防务机器人继续挖 马上要挖到FQ 这最后的一个建筑了 挖到之后 一波拆 FQ估计就走远了 怎么办 现在FQ必须得了机会 把对方的这三个圣塔给清理掉 但是对手现在防守的太扎实了 一不小心强拆 可能自己会全军覆没 或前有虎后有狼 怎么办 大瓦斯一直在找刁钻的位置 FQ的话只能够在这里 大瓦斯能点到吗 这么远也能点到 好 换个位置换个位置 这里可以吧 这里可以 往这里走 大瓦斯他又过来了 好 我又撞到这边 在这里捉迷藏 另外一边的话完了 自己的暴露了暴露了 对手已经在拆了 好 FQ赶紧单传过来 守一波守一波 再不过来的话 最后一个建筑就被拆 这里有个小农民 一直在修 一直在修 看看能不能修住啊 现在防目机器人先干掉 对手的话 没有去升大招吗 对手把鞋给卖了 把鞋给卖掉了 三个四个农民 还在 对手是不是没有去升大招啊 如果升大招的话 直接飞过来 好 防目机器人还是 还是被FQ给清理掉 但是FQ还是没有到六 好 对手的话 好像直接想一波了 一波 同时他把农民也带了过来 我们看一下对手还有多少钱 125 125 还可以造很多小房子 现在两个人开始对冲了 你拆我 我拆你 FQ的话 看看 好 把农民拉开来 就放弃这个建筑了 要开始去外面重新造 然后对拆 对拆 两个人要对拆了 停格三级导弹 对手的话 好 所有火力 拆最后一个小房子 FQ小农民下来 赶紧再造东西啊 现在钱够吗 哎呦 赶紧停格去卖东西 赶紧卖东西 好 鞋子卖掉 可以了 卖掉的话 造一个小房子 然后重新再造 远远的再造一个 对手拆掉 那FQ这边 还有一个小房子 现在停格卖完道具 赶紧过来拆啊 把这三个塔给拆了 对手的话 农民集结 又可以造房子了 好 对手在这里放了一个塔坯子 FQ能往也在这里放个塔坯子 这边还有一个小房子 但说实话 现在双方由于没有基地啊 都能看见对手的建筑放在哪 然后对手也是派部队过来拆 来 大部队来 拆掉这个 FQ继续造一个塔坯子 两个人开始对拆了 FQ现在没有懒 那去敲呗 赶紧去敲啊 你不去敲的话 对手的话 马上把你给拆了 这边一个塔坯子 这里下来继续造一个小房子 但是FQ没有钱了 只有五块钱了 五块钱 赶紧把单船给卖了 把单船给卖了 还能再再攒一点钱 继续造小房子 对手的话 一路拆一路拆 哎呦 这个马上要拆掉了 好好好 赶紧放下去 赶紧放下去 能放下去吧 好 卖了75块钱 这边终于再造一个塔坯子 继续造 继续造 对手的话 看看 这里造了一根塔 对手就一根塔 FQ一直在造 一会儿造一下 100块钱 还能够造个三四次 这边又要被拆了 农民能不能造出来 哎 这农民 刚放下 但是没有放下 那一个建筑 已经坚持不住了 对手直接赢到了最后的胜利 我们恭喜 这个红色的人族FQQ 哎 差一点 差一点啊 好 为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